好那這一場遇到的是凱撒跟 跟這個愛可桑 最近凱撒真的是很強勢 那這裡我們一樣是按照順序去出 小靈者先出出來 然後再丟這個世界之音 對方的這個愛可桑也是會給予蠻多特性的 他那個技能也是蠻多的 這邊我先出小靈者 然後這邊是沒辦法去抵擋的 那下一回合的時候我們出這個 世界之音那這邊應該是可以跟對方換一下 就跟對方換一下試動單位 或者是對方直接讓我們 直接讓我們擋 直接讓我們打 阿祖塔 出發 出發 這個有 這個有 很好 非常好 這邊我們就 就算對方抵擋的話我們這邊還是可以輸出一點傷害 這邊對方 應該還是會 我覺得他對方應該是會出一張送單位 畢竟要去抵擋的格 小靈者 只是在這邊是3點攻擊 只是他抵擋的話就很貴 應該是會抵擋吧 他不打的話就4點 對方 對方 不知道有沒有洗血 對方 除非他的那個空殼有這洗血特性 威嚇不是威嚇啦弱勢 弱勢 那這裡的話我們的雙重戒律就直接給這個 直接給這個想靈者不是想靈者 他是世界之音 直接把他生命力給提升 下一回的時候我們再把8的給出出去 這邊觸發一下 沒有 這樣沒有沒有觸發到可惜了 OK這邊有一張 小鳥 沒差 這邊他主要是要疊這個先前跟挑戰者 特性疊到4個4種特性 直接進攻 這邊 我們是沒有寶牌的寶牌只有這個底子 基本上 有了有了有了 覺得可以截 一張截OK啦 有了有了 他特性 給起來了嗎 還沒 還沒OK OK的 現在 我們先過 我們先過 這邊的話這邊的落鷹應該是會抓我們那個 巴德 哇哇哇 我怎麼好像看到有點不太妙 這邊的巴德感覺被換掉 沒關係這邊巴德先留一張 先留一張巴德 你怎麼會抓到 等一下 他怎麼直接略過 他怎麼不進攻 我應該是沒有看錯吧 這個 這個對方 對我們很好 對方感覺是失誤 這邊我們是先來一個 再出一張這個 世界之音 然後等等各加一 各加一 各加一 就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這裡 直接把死亡印記套在他身上 因為他的法盾現在是目前不能使用 就趁他現在沒有被套上法盾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 把這個印記套在他身上 其實這個非常難抓 如果對方 對方剛好 剛好 他抓到一個 就是 怎麼講 他抽到一個 有法盾的牌啊 這個 我們是非常難針對他的凱莎 好 這邊對方 對方是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去抵擋 他的這個 凱莎是完全沒有做事的情況下就被換掉了 除非他有抵制 除非他有抵制 或者是除非他有 他有什麼很厲害的法術牌 泯滅 泯滅優秀 這個泯滅優秀 好 好 可惜啊這邊我們的魔力是不夠不然的話我們第一次可以出出去 有點可惜 因為這邊如果我們剛剛不丟這個 如果剛剛我們不丟那個 閃靈 這個死亡印記的話 我們的那個 我就沒有任何的機會 可以抓這個 抓這個凱莎 OK這邊還有一張劫喔 所以如果說這回我們的劫被抓掉 他其實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把他找回啦 不然就是誰讓他犧牲 犧牲然後 找回 那基本上呢 對方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 應該是還好啦 沒事的 OK的 那這回我們先丟一張 神秘星犬 再丟上去 這邊的 鋁者引領啊 這個鋁者引領我們就 我覺得可以出啦 我覺得可以出來 因為這個觸發我們的巴德 可以直接觸發到邊中 他就變說非常的 隨機啊 就是弱巴德 巴德沒有抽好 就是沒有抽到 就直接 就沒有抽到邊中會有點尷尬一點 喔 對啊 我們的巴德直接被抓 就知道他一定會抓我們的劫 對方也是非常害怕我們的那個 對方也是非常 對方也是非常害怕我們的這個劫 但是 但是這邊我們就直接把他招回就好了 我看一下喔 這回合招回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對啊這回合招回沒有用 我們就直接扛對方的 這個 一波的攻擊 這邊的攻擊被換掉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好 好 非常好非常好 這非常好 那接下來他應該是會會抓我們的這個巴德 應該是抓 這兩隻抓 這張 這樣抓巴德 然後這兩張輸出 非常合理 這樣子非常合理 他如果他是 應該是不會直接拿凱撒去抓 哇 這很奇怪 抓這樣子很奇怪 那這一回合呢 如果他全部 他的被這個 主動拳進攻完之後呢 他竟然沒有 他竟然沒有進攻 這讓我非常 訝異 這讓我非常訝異 然後這邊 看一下 蠻力 蠻力 這個OK啦 OK的 我們再來用 丟一張這個 賭命 刺客 丟一張刺客 然後 讓他全部放上去 全部放上去 這個劫應該是會被換掉 這個劫應該是會被換掉 但是 如果說我們是要保牌的話 其實不用放也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等等下一回合 一定會被抓 就被凱撒抓走 那這邊的這個 閃靈印記 我們至少要把這個 虛空能量 這個東西 把它給換掉 這個東西至少要換下來 他竟然沒有守這個 然後我們 這張被換掉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左邊就撥了 這個就是 一波換血 那下一回他 他應該是不得不去 不得不去抓 這兩隻 這兩隻一定會被抓走 OKOK這個加血 有有到位 有啦還可以啦還可以啦 只有我們這這回我們的八點 會被抓走啊 就被 就被凱撒抓走啦 這回會被凱撒抓走 這個吸血 這吸血我是不懂啦 他應該是 他就要不抓這個 哦 他要這樣子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 也是可以啦 隨便他開心就好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只要祈禱下一張 下一張應該是隱秘吧 下一張應該隱秘吧 又不是隱秘就白 他怎麼會這樣抓啊 還跟我開玩笑嗎 為什麼他這樣抓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他這樣抓 這個就是他的失誤問題哦 如果說 如果他剛剛是直接拿那個凱撒去抓 應該說抓到 就這張牌被凱撒抓走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贏啦 還算 還沒那麼早啦 就是有點 讓我有點 小小的 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給你機會贏 不是我不給你機會贏 可是 那個操作真的是 有點 讓我有點覺得 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可能是對方的操作上面的問題 如果他剛剛那波他是抓那個 吸血的那張牌哦 那其實呢 應該是 我能 我能 就是我能夠 贏的機會非常小 可是他剛抓錯了 剛才是完全抓錯 那這邊也不能怪 不能怪誰啦 好不好 呵呵呵 他既然是這樣之後 我也覺得 有點訝異啊 好 那我們接著再打下一場 好那這一場呢 是 凱撒 凱撒 最近 得心英雄 非常 非常多人用啊 那通常這個就是一開始就會帶那個 前行啊 在那個 他是帶暗影島 暗影島 我們先出一張 想靈走柏靈 對方就是 他帶的是聖化啦 帶聖化 沒事沒事的 那他這邊主要是拚特性 但他帶這個聖化其實也不錯啦 因為 他的那個 死亡啊 死亡可以增加他的 聖化還是增加攻擊力 這個也是 蠻不好對付的 那這邊我們先 就先進攻 好 我們先進攻 然後 這裡我們先先跟他換 這邊的 我們再出一張小凝者柏靈跟這個 神秘星 神秘星旋先丟 然後再出一張小凝者柏靈 把這邊邊中看能不能直接疊上去 好 所以柏靈已經疊上去了 小凝者柏靈啊 我這邊他還有帶這個潛行啊 沒有啦他沒有帶潛行 他剛剛 他剛剛觸發的是 哦聖化 他那個動畫真的很像那個 潛行啊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派克加上雷克薩的那個 那個動畫 那動畫蠻像 好那這裡我們就直接的 這邊沒有抽到東西 非常可惜 那這邊我們一樣 就是慢慢的 加上去 這邊三點 加上去 這邊是 三 沒關係我們就 就 等等哦 看一下他的那個被動 疊完了沒 三層還好啦 三層 這我們先放一張 吸血好隱密 因為他隱密對方是 很難啊 很難去 很難去就是怎麼講 去抓我們的隱密 有啦有啦 剛剛那個應該是 對啦剛剛那個是潛伏啦 原來他有帶潛伏啦各位 很會 這個人很會 他竟然有帶潛伏 所以剛剛不是我看錯 剛剛是真的 他真的是有帶潛伏 所以這邊 凱撒通常就會帶來聖化 他會配上 因為他刷特性 他帶來聖化 加上這個潛伏 潛伏基本上 會 經常看到啦 潛伏 就是這個 丟臉煞燭 這個東西 那個是真的很煩 但是呢 但是呢 沒有關係喔各位 這邊我們的 我們先丟一張 瞌睡仙好了 因為等等呢 我們的瞌睡仙 他的那個 閃靈我們就直接套 套上 直接套在這個 凱撒的身上 然後 這邊我們一樣是做簡單的敵擋就好 這邊對方給了一個蠻力喔 蠻力 咦 對方 對方這個看來是沒辦法套上這個 這邊沒辦法給他套上一個 死亡印記喔 有點可惜喔 對方的這個 對方的這個法盾真的是 很討厭喔 蠻討厭的 這邊我們就跟他一換一換一就好了 一換一 不行啦這邊沒辦法 這邊 這邊抵擋這邊 然後 然後 哇這個 這真的是很討厭 這感覺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他還是這樣 還有 真的 沒有算好 沒有算好 沒有關係啊 算了 現在這個凱撒真的超多人用的 很討厭 是真的非常討厭啊 這個 我不是 我不是在 騙人啊 這個真的是很很討厭的東西 這是非常討厭的 好 等等喔 這邊我先出個八德好了 我們知道要祈禱 你知道要祈禱什麼嗎 應該沒有隱密吧 好沒事 OK 好啦 這場我們基本上是穩 穩的啦 就是 只是這場真的是有點辛苦一點 這場真的是很辛苦 這邊 這邊真的是很辛苦 大概是長這個樣 大概是長這個樣 這個真的是很勉強的勝利啊 這個 其實我對方這個真的非常強勢 大家都有看到他的 他疊加那個特性的速度真的太快 大概他出了凱撒 他的那一回合 他出凱撒的那一個回合 基本上 遊戲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遊戲就結束了 這邊我們再加個 基本上那遊戲就結束了耶 真的是很扯 這非常扯 非常誇張的事情 所以 剛剛那兩張是跟扣著 扣著啊 我要打 我要打敵方主爆 沒有隱密啊 但對方 好險對方是沒有出到那個 怎麼挑戰 就是 就可以單挑啊 或者是對方 對方沒有去抓 用那個挑戰者 幫我們抓起來 基本上這副牌呢 他 打到銀牌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大家有看到嗎 我就是在銀牌 打到銀牌 銀勢 你要從鐵牌打到 銀勢 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拜拜